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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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阳节本来是有近老的因素 近老西老 从阳节是中华的老人节 后来国家把它定为中国的近老节 从阳节是九月初九 这个时候很快叫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秋冬交 就秋天跟冬天交替的时候 九是阳数中间最大的 三五七九 九月九是重九 那为什么叫重阳呢 因为九是阳数 所以是重阳 九九重阳寓意长长久久 所以自古以来人们为重阳节赋予了长寿的美好愿望 在中国民间 重阳节又被称作猪雨节 菊花节 登高节 这些称呼是怎么来的 这些重阳的节物节俗 分别有怎样的寓意呢 最早的说重阳节的一个故事 说河南 鲁南地方有一个叫环景 他在外面学习 他的师父告察 九月九这一天 你家里有灾祸 你赶快回去 回去干什么呢 三件事 登高 跑到山上去 第二个 配戴金鱼 第三个 喝菊花酒 这样就可以避祸 那么环景照他师父的教导 就赶回家 一家人都到高山 到晚上回来的时候 看家里的鸡泉流洋 都爆死了 那么大家相信 这个重阳节 就九月九这一天 一定要登高 要配猪雨 要喝菊花酒 成了一种重阳的西数 那么这个大家是一个传说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 重阳的起源 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后时期 区源在远游诗中 就有集重阳入地公西的诗句 事实上 直到唐代 重阳节才被官方确定为 五天同庆的正式节日 随着科学的发展 文明的进展 这比一些防灾这种说法的 逐渐淡薄了 让人们登高更多的祈求 什么的 预约 到大自然中间去 心情 身心都愉快 还祈求什么呢 增授 高是一种向上的追求 对年龄来说就是高龄 高授 长授 所以重阳节这个高 就逐渐地演化着一种 人的精神的追求 追求 积极向上 追求高授 高龄 相传 重阳节登高的这个风俗 从东汉开始 人们通过登高 祈求 灭除灾难 健康长寿 登高的地点 并没有统一的规定 一般是登高山 登高塔 那么 古人在登高的时候 会吃什么呢 什么是重阳节的 点心食物呢 如同中秋节吃月饼一样 重阳节也有他的竭力作品 重阳时吃高 象征步步升高 在我国北方的一些地区 重阳节还有出嫁的女儿 为娘家吃重阳高的习俗 重阳高上还要插着一些小旗 我刚才不讲有猪鱼吗 它也剪着猪鱼的样子 贴在重阳高上 贴着彩旗就好像到旷野上 旗不总是迎风招掌 在外面 所以有一种 一种到旷野 到登高的那种心理的替代 所以都很有文化意味 那么一个是登高 发展为高速 另外的猪鱼 我国古代有不差猪鱼 不过节的说法 所以重阳节又被称作猪鱼节 猪鱼是一种具有浓烈香味的植物 有蛆虫 除湿 除风鞋等功能 很早就被中医作为药物 至今 在我国南方的很多地区 装有猪鱼籽的香囊和葫芦 依然是人们重阳节佩戴的特殊事物 猪鱼本来是可以逼斜的 就是重阳这个时节 这个监令 它有一种 欲出汗 就敌雨出汗 敌雨 湿气 可以防虫 有一种药源的价值 那在古代它没有化学药物 就用自然的植物 那么重阳节 就是要猪鱼 配猪鱼 插猪鱼 那首很有名的诗 是吧 《摇之生地登高处便插猪鱼少一人》 这是猪鱼 那么猪鱼当时叫做比邪翁 翁就老翁的翁 它可以比邪 那菊花 猪鱼叫做比邪翁 菊花叫做什么 我国古代把农历九月称为菊月 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中 菊花傲双斗雪 高标意韵 重阳节赏菊 三菊 酿菊花酒 围绕着秋菊 产生了丰富多彩的习俗 菊花叫做什么 监林克 菊花有很多药源的价值 它可以瞑目 可以清当 那么菊花它不仅是可以吃那个菊花 可以酿成菊花酒 可以做菊花茶 那么中国人饮愿菊花有几千年的历史 去月的时候就饮愿秋菊之罗茵 菊花那罗茵就可以喝 可以吃 菊花它不仅是有药源的价值 后来逐渐的注入了许多人伦的情感 人的精神的追求 菊花有什么特点 人给它有什么感通 菊花有一种傲酸 抗寒 抗寒 不畏预警 这时候北风来了 冷风吹来了 万物就消失了 其他花都没有了 菊花 非常照样开 占地黄花 分外香 在重阳这一段的菊花 有个特称叫做黄花 它不仅是抗霜 奥寒 它还有一种 能给它感通的 叫人荡如菊 晚节自香 除了菊花之外 很适合老年心井的是红叶 双叶红于二叶花 金双了以后 叶子红了 比二叶花还要漂亮 还要美丽 还要鲜艳 秋天 依然能够放花自己的鲜艳 多目的棺材 以礼风光 这是红叶 对老年人的精神的一种象征 还有是什么 夕阳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这诗很有名 但是太低调了 所以有人就把它抱过来 虽然近黄昏 夕阳无限好 这种心井都是老年人 老当一撞 不能说老当一撞 至少是精神不衰 这样的一种心情 所以崇阳节本来就蕴含着 敬老 吸老 这样一个节的内行 现在 世界上老人日 各国都不一样 美国是九月第一个礼拜天 日本是九月十五号 日历是十月十五号 各个国家有自己的老年节 在一九八九年 我们国家就定 原来就有尊老 吸老的这个崇阳节 作为中国的老人节 敬老节 崇阳节主题应该突出 敬老 孝清 中国人从来是讲孝道的 中国讲亲亲 丽爱至亲史 就爱心要从对自己的亲人开始 要亲亲 然后人名 然后爱物 一层层推出去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敬老 要从孝亲做起 谢谢 李星光特别喜欢用黄花这个印象 满地黄花堆积 好多都是 他们家院子老不少啊 还是什么 爸爸高血压 糖尿病 你说我来吃一口 看看怎么样 等到大田一样 你现在跟你父母在一起过节 我还漂亮过 还在外面 富工服务院 有9999间半房子 黄帝缺一点点钱 没有修好最后的半间 变成一半 朱鱼为什么被称为辟邪翁 黄草寿字 缘和多一米 虽然见黄花 西洋无限好 断断续续 寿命就断了 王伯写藤王阁续 是世财傲物 还是真情流露 孝敬父母又有哪些新解读 用手来汇了好多附图 陶渊明是大文人 为什么呀 基因好 文化试点 我们的节日 重阳 重阳节其实是老人节 我们经常说秋收冬藏 在古代也是个登高的节日 那实际上 借着讲这个重阳节呢 我也是想重点的图书讲一下 在重阳节登高的过程当中 在古典世事当中表现出的兄弟情 夫妻情 还有财子球 通过这样的一种变化 让我们看到重阳节 丰富的文化内容 为什么写这两个字呢 因为今天是重阳节 这重阳节我们干什么事呢 重阳节说好啊 和菊花小登高 看风景 跟朋友呼捧引泪 干的是这个活 大人那是跟情怀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首先就是兄弟情 独在一厢为一客 每逢佳节被私钦 姚之兄弟登高处 便差诸于少一人 这是王维 他简单明确 而且呢 还把这个重阳节的礼俗放在里边 差诸于辟邪的 是不是 要咱们就写的是 回到家里数一数 兄弟几个少一个 是不是 便差诸于少一人 有才不在年高啊 小小年纪 就有这样的 须里拐弯的这个才华 真是不容易 这是巧思 但是这里边透露出什么呢 兄弟之情 这个兄弟之情 不仅仅指的是他的亲兄弟 明白吗 而是范子 就是他在山西老家 那些哥们 那些同学 那些同辈们 我们当年在家乡的时候 每逢重阳 登高复师 喝酒 带猪鱼 因为那猪鱼啊 他是这样 他不像我们想的 弄一捆 捆在腰间 那不是 他那猪鱼的果实是暗红色的 给他摘下来之后 放在那个香囊里头 挂在腰上的 不要想出那种 很猛的景象 那很风雅啊 是不是 兄弟情 这首诗之所以 成为在节日里边 重复力最高的一首诗 几乎已经成为 中国人过节的时候 必然要说的一句话 就是因为他反映出 很普范的 亲情 兄弟的友情 还有啊 夫妻之情 也是一种情怀 薄雾浓云 愁咏 锐脑消心胜 家节又重阳 预诊杀厨 半夜凉出透 写标惨 李清照 丈夫到外地做官了 留他一个人守着院子 到了重阳节 倒了杯酒 酒是热 心是凉 为什么呀 因为 最爱的人不在身边 很简单 最后三句最有名 莫道不销魂 连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李清照特别喜欢用黄花这个意象 满地黄花堆积 好多都是 他们家院子老不扫啊 还是怎么着 这老是堆很多黄花 我就奇怪了 莲卷西风 实际上是倒装了 是西风卷莲 把莲子卷起来 人比黄花瘦 我比那院里的那菊花啊 看着都更加轻瘦 为什么我这么瘦啊 就像他在另外的词里写的一样 非干病酒 也不是悲秋 而什么呢 而是伤情啊 这情是最伤不起的 为什么这会儿会伤情呢 因为他跟他丈夫感情好啊 为什么他跟他丈夫感情好啊 因为他们志趣相投啊 为什么他们志趣相投啊 因为有很多的人志趣不相投 就衬出了李清照跟赵明成 是一对什么呢 特别的般配的 中国古代的这个文人生活当中 几乎是最典范的一对夫妻 共同从事着文物收藏工作 是不是啊 李清照的词写的好 赵明成不到十岁就开始从事收藏 所以等到他四十多岁的时候啊 已经是大的文物家了 家里收藏的文物之多啊 在他们老家堆了二十多间屋子 他们俩都是文化素养非常高的人 李清照在赵明成去世之后 还写了一篇金石路后续 详续他们夫妻之间 志趣相投 是吧 相近如宾的那种生活 这夫妻感情深 他不仅仅只是说 两人天天你给我煮面吃 我给你煮饭吃 他不是那个 他除了要有情之外 他还要有趣 除了要有趣之外 他还要有志 这些东西都必须相投了 他的生活才变得有意义 所以他才能写出那样的词来 他丈夫只不去上班了 到外地做官了 他就在秋风的吹佛当中 比黄花都瘦了 都憔悴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对他丈夫用情很深啊 这是夫妻情 还有文人情怀 这文人什么情怀啊 陶渊明大家都知道 大隐士 大家说怪了 隐士还分大小 对啊 大隐士就是隐得特别有名的那种隐士 他的外祖父叫孟家 这个人啊 在一个大将军手底下做事 是个文人 重阳节到了 他们这领导啊 带着孟家等一干文人 登高富师 对不对 举行个宴会 大家在一起聚一聚 这老孟啊 对陶渊明这外 外祖父 外公 一时高兴 竟跟人聊天了 喝酒 一阵风吹过了帽子吹到地上 在古代啊 帽子要是掉地上 就跟脑袋掉地上 是很不敬的 就是这是一个很失礼的 一个行为 说明你越想望乎所以了嘛 对不对 他还不知道自己帽子掉了 他起身上了洗手间 他们这领导啊 就这大将军啊 就让人把这帽子 给他捡回来 就想打他 就想打去他 让另外一个文人 写篇文章 嘲讽这件事 孟家也是大文人 他从洗手间回来 可能久就醒了 他假装若无其事 就把帽子捡起来 戴在脑袋上 马上写了一篇文章 就回应刚才那篇文章 人一看一看 就拍手称绝 所以后来孟家落帽 反而变成了在重阳节里边 写文人风雅的一个非常典型的典故 陶渊明是大文人 为什么呀 基因好啊 从孟家的这个小故事里边 我们能感觉到当时的文人 在重阳节里边 他表现出的精神状态 还有才子情怀 哎 才子是谁啊 我们知道中国有个省叫江西省 江西省的省会是哪呢 是南昌市 南昌原来不叫南昌 叫洪州 也叫豫章 哎 唐代的时候啊 洪州的都督姓严 这个严都督有一次啊 在重阳节的时候 盖了一座楼叫唐王阁 召集大家 宾客聚会 他就 他做了个托 托什么呢 他有个女婿啊 颇有些文采 他就想他女婿事先啊 写一篇 关于藤王阁的文章 然后呢 假装第二天来了大家呢 你们都写 哎 然后这玩意儿脱颖而出 你知道就这意思 不巧的是 他就宴会上来了一个人 非常的讨厌 大家都知道盐都督 打算做一把秀 把自己的女婿拱上去 这个人太不知趣了 此人姓王明伯 自子安 出唐四节之首啊 王伯当时啊 也就是二十岁左右 他是路过此地 他要到南方去看他的父亲 听说这个盛会 他就参加了 参加以后 这盐都督就满肚子的不高兴 本来大家吃得好好的 他扶习而去 走了 撤了 是吧 跑到贵宾间里头坐着去了 王伯不管这个 能写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林的人 还在乎这个吗 就开始写那著名的 藤王阁序 因为他还有藤王阁诗 这盐都督啊 开始是非常的愤怒 而且有点不以为然 就想让他出丑 然后呢 他在里面坐着 这 小王在外边写着 写到几句的时候 有人去给他报 就跟我们这 我说看那棋似的 是吧 有人下棋 给他报 说第一句写的什么 第二句是什么 是吧 前面写的时候 他不以为 这都是俗套子 这都是俗词 这都是套语 等到最后说 是吧 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以孤雾其飞 盐都站下说 哎呀 这真是个天才啊 唐代人是重财的 就像颜都督这样 本来让他女婿想做秀的人 看到了真财子 也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王伯因此声名远扬 这位采子的情话 在重阳中 采桑子重阳 说人生亦老 天南老 岁岁重阳 今又重阳 占地黄花 分外乡 一年一度秋风尽 不似春光 盛似春光 辽阔江天万里霜啊 这词写特别好 因为重阳节到了秋天 按理说呢 他不像春天那么蓬勃 也不像夏天那么火辣 但是在他看来 不似春光 盛似春光 为什么呢 辽阔江天万里霜 给人感觉到有 非常蓬勃的朝气 所以你看这重阳节啊 你要过得好 还真得多读点诗 多看点故事 这才有意思 别老腰里别着猪鱼 到满街上走去 是不是啊 那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每一个节日里边 都有他独特的文化的内涵 当你把这些文化的内涵 在你眼前排列开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文化的发展的历程 也会看到 你在这个文化当中 所受到的熏陶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阳节 谢谢大家 所有话都听老人的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问题 老人有些话是对的 有些话不一定是对的 他强调从开始 我们有龙墨重彩的人生 把他的每一个微信操作过程的 每一个界面都手绘上去 朱鱼为什么被称为辟邪翁 黄草寿字缘和多一笔 虽然近黄昏 既然无限好 断断续续 寿命就断了 王伯写腾王和煦 是世财傲物还是真情流露 孝敬父母又有哪些新解读 用手来汇了好多附图 好像你是大文人 为什么呀 基因好 文化试点 我们的节日 重阳 重阳节呢 对于年长人来讲 我觉得他还有一种激励人 不要为老先衰 其实老鸡福利也是很美的 很让人向往的一种生活 要大力的去提倡 去呼吁这样一种正能量 让这种正能量呢 影响到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重阳节呢 我们说他也是一个敬老节 那因此在重阳节里面 他其实 他包含着我们中华文化里面 敬老孝亲 这样一种 人文关怀 很深厚的人文关怀在里面 那么如何 在现在社会 我们如何敬老孝亲 这是一个问题 有一个故事 大家一定听说过 就是在重庆上大学的一个男生 他为了能够非常便利的 跟自己的父母沟通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用手来绘画 绘了好多附图 那么在这个图上 就是把手机画上去 把他的每一个微信操作过程的 每一个界面 都手绘上去 然后加上自己的批注 他比如说 妈妈 你如果是要跟我说话 请妈妈 长按这个键 说完话 松手 这个键就会自然上去 就成了这个语音的 这个微信里的语音聊天 是吧 他连着画了好几幅这样的画 那么他画了这个手机呢 几乎可以说是跟正常手机一样大小 可以乱真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孩子 对于父母的孝敬 是不是 那么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信息化时代 他跟过去的 我们常说孝敬父母的那种农耕文明时期 不是太一样了 但是内容可以不一样 方式可以有改变 可是孝敬父母的这一颗心 这一种文化基因 这一种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 这样一种文明的标志 我们当然不能丢弃 而且应该大力的弘扬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是吧 就是说父母 因为过去的交通很不方便 说实在的 如果出去求学 出去考状元 那一般都是一步一步走过去的 对吧 我们可以想象 假如我们从重庆来到北京 要走多少时间 是不是 所以那么这个漫长路途 父母家里有些什么事情 孩子根本不知道 所以而且我们也常说 儿行千里 母担忧 过去是这样 那现在呢 肯定这种行为方式 我们是不能再这样了 对吧 现在可以说 你别说在咱们中国 从重庆到北京 从长沙到北京了 你现在就是从北京到华盛顿 是吧 你现在从从这个北京到里约热内卢 它也是很方便的 不过也就是一天一夜的时间而已 甚至还要不了这么长时间 对吧 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方式是可以转变的 但是那颗心不能变 什么心不能变呢 就是要挂念父母 也要更要理解父母对自己的挂念 那你出门在外 你可以玩得非常高兴 非常嗨 但是父母每天在家里 时时刻刻都想着 你在外面怎么样 你知道不知道赶紧喝点水啊 天气冷了 你知道不知道加衣服啊 是吧 那么这个晚上睡觉你会不会登被子啊 等等 这都是父母关心的事情 那怎么做能打消他的挂念呢 有什么办法呢 是不是办法很多呀 对吧 我们现在可以 KQ 可以什么 微信 还可以email 对吧 我们事情 这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其实你只要取其中一种 就可以让父母安心 父母不是不想让你外出游学 让你进取奋发 不是这样 只是担心你的安全 那 所以我想 这就是一个可以转化的内容 当然还有其他 我们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还说 说过去讲 说这个父母如果有病了 孩子要先尝尝药 啊 是吧 亲友籍 药先尝 对吧 哎 很好 孩子们都会读这个 啊 下面 昼夜四 不离床 我们想 现在这种事情 你尝点药 你 你爸爸高血压 糖尿病 你说我来吃一口 看看怎么样 这行吗 这这太不科学了 不行的 对吧 但是呢 你可以做到什么 你可以做到 经常询问父母 你的病情如何了 你吃药以后 效果怎么样 再加上现在信息化时代 这么好的便利的条件 你是不是可以给父母 在通过网络 通过现在的信息化的 这种便利条件 给父母寻找最好的医疗方式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 当时的这样 那个时候的那种方式 转变为我们当代 这种现代化社会的这种方式 其实只要你有这样一颗 孝敬父母的心 就足矣了 我们古代的亚圣 孟子曾经讲过 他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区别 很少很少 是己息焰 人之异于禽兽者己息焰 那么哪一点不一样呢 他这个区别在哪不一样呢 就是人性 什么人性呢 就是善良的人性 按我们现在的话说 就是人文关怀 我们说这些事情 都是很小的事情 都在我们的生活的细节当中 都能够体现出来 比如说我们说 或饮食 或行走 要怎么样 长者先 什么 幼者后 太好了我们的孩子 我们现在的传统文化里面的 这些优良的品德 不是让我们只去说的 只去诵读的 要让我们是具体的去实践 去操守 是吧 如果我们每 我们社会里面 在这一方面 都从这种细节去做起 敬老 孝亲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幼 以及人之幼 那么这些事情 都需要我们每个人 从我们的生活细节去做起 好 你是不是我也认识了 赶快 每过节的时候 我就跟你拼我打电话 想让他们记得你还没回来 独在 异乡 唯一课 王维 十六岁就出门 有点像我们今天的把公摆 诸语 为什么被称为辟邪窝 黄草寿字 缘和多一米 虽然见黄蜂 想无限好 断断续续 说明就断了 王伯写腾王和煦 是世财傲物 还是真情流露 孝敬父母 又有哪些新解读 用手来汇了好多附图 好像名字大文 为什么呀 基因好 文化试点 我们的节日 重阳 重阳节 我觉得既是中国传统节日 也反映了中国传统里面美好的一面 我们希望尊重老人 尊重老人里面 当然有两部分 所有话都听老人的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有问题的 老人有些话是对的 有些话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希望是有分析的 积极的接受 其中能够对现在是有意义的 然后其中一些不合适的 时代已经改变了的 一些情况老人不一定知道的 我们不一定要都要听 所以不是听老人的话 而是积极的吸收其中 可以吸收的成分 但是在另外一个方面 尊重老人 我觉得这在中国文化 是一个重要的 而且是一个良性的 也就是说 如果去过西方的人就知道 他对于所有的老人 都觉得老到一定程度了 就是不行了 这特别是在这个职场上面 在公司里也好 在学校里也好 在一些单位里也好 都认为到了一定时代 他不行了 这就老掉牙了 我们当然不是说 所有的老教授 所有的老人 都要把他放在那里 你什么都听 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国的 从阳界所代表的尊重他们 在人格 个人上尊重他们 在感情上关怀老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回到中国来以后 我能跟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一起过节 我的好朋友 还在美国没回来的 我第一次这样过节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 他就说 你这个得了大便宜 你现在跟你父母 在一起过节 我还漂洋过海 在外面 我也说 那你也回来 你父母我也认识 我赶快 每过节的时候 我就跟你父母打电话 这样让他们记得 你还没回来 这个边称 你得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 这个和父母在一起 能够过节日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而且孟子也说过 人生有三乐 他第一乐 就是父母在 那父母在 你能跟他一起过节 我觉得当每一个人长大了 特别是自己有孩子以后 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温情的时刻 而且我认为 这其中代表的 对自己的父母 对其他的老人 对他们有感情的连接 对他们有真正的关心尊重 我觉得用这样的节日来 是我们中国一个很好的 应该延续的传统 给老人写瘦 写草书要一笔写完 让我们尊重老人 诸语为什么被称为辟邪翁 黄草寿字 缘和多一笔 虽然敬黄蜂 喜阳无限好 断断续续 寿命就断了 王伯写腾王格续 是世财傲物 还是真情流露 孝敬父母 又有哪些新解读 用手来汇了好多附图 好像没有人大文 为什么呀 基因好 文化试点 我们的节日 重阳 重阳当然是长寿节 是中国一种反计的一种思维 反时光流续的 一种对人生昂扬向上 精神不死的一种回声 我认为这种回声 在今天应该弘扬下去 中国的重阳节 它用登高的方式 来反走下坡路的老爷 他用一种辟邪的 清洁的方式 让自己的老爷 精神的清洁 所以登高和清洁 都代表了中国古人 对生命的 一种无限的战口 它就像背景一样 是一个欢乐手 重阳节 九月九 我们知道 九在中华民族 是一个非常高的 一个数 因为再往上 就是十 十以后 就要开始循环了 就是十一 十加一个一 所以故宫博物院 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 皇帝缺一点点钱 没有修好最后的半间 变成一万吗 不是 这跟中国的易经有关 易经强调 这是什么呢 天行鉴 君子自强不息 地是坤 君子厚德以载物 我们知道 当时钟到了十二点 当太阳到了正五 它一定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从圣极而衰 月亮到了极圆极圆的十五 它一定会亏 所以有圆有亏 中国古人就要把这个尽可能的留住 那一瞬间 所以他们让时间之中永远在十一点 四十五分 叫做五十三刻 因此它就永远不会出现下午 这就是故宫博物院 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房子的一个原因 所以学习国学 就是学习当中的智慧 九月九 离时只有一步之遥 所以它也叫西洋红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中国古人早就写过很多的诗 比如说杜牧 远上寒山石进邪 白云深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风铃丸 双叶红于二月花 秋天的叶子 枫叶比二月花还要灿 刘雨昕也写过 相近的诗 比如说 一般人都认为秋天比春天要差 老人比少年要差 刘雨昕不这么看 我言秋日要盛春光 盛过春天 晴天一鹤排云上 便宁诗情到必消 他把那种奋发向上的秋天的美写好了 那么秋天为什么美 美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 它是一个寿 所以崇阳节也称为长寿节 老人节 近老节 那么我给大家写一个狂草的寿 大家注意它的特点 我从起笔到收笔 一笔写完 为什么要一笔写完呢 因为如果您写的过程当中 断断续续 寿命就断了 所以给老人写瘦 写草书要一笔写完 还要添一点瘦 这是中国的草书 它强调从开始 我们有龙墨重彩的人生 而且经历无穷的壮年 到了老年可能会枯萎一些 没关系 我们会经历九九八十一呢 人生 会经历九九的九道弯的黄河 但是我们冲破千难万贤 终于就像唐僧取经一样 得到了升华 所以最后还加一点 加这一点就是儒家 孔子所说 人者受 做有人心 是做善事 就得受 中国古代对寿和重阳界联系起来 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 他出现的时间很早 在先秦就出现了 而且九月九 也是历代文人 想念自己的亲人的一个重大的节日 王维著名唐朝的诗人 写了一首诗 九月九日 亦山东兄弟 独在亦乡为亦客 王维十六岁就出门 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打工仔 去到了今天的 他的老家是山西 他去到了陕西 长安 去寻求自己的发展 少两王为 并没有像后来那么观智很高 没有 所以他叫独在亦乡为亦客 用到几个关键词 独亦客 客居他乡 每逢佳节 备思亲 就是说他平常在这些美好的节日 他也思亲 但是佳节的时候 是被驾思恋自己的亲人 被思亲 姚之兄弟 登高处 他还有一个弟弟 他从这个地方 一下就换位思考 他好像经过了千里的 一个时空 穿越过去 看见了兄弟们 登高处 从阳节的一个风速 出现了 登高 便查 诸鱼 少一人 诸鱼 是一种植物 具有去屋 保洁的作用 这个扫字 它是 少了我 兄弟们 甚至我的全家 都在登高 因为登高 有一种更上一层楼 的意思 而且金色的秋天 是对劳作 是对辛勤的 春波 下重的一种嘉奖 所以称为金色的秋天 那么这个时候 他们已经在登高 在享受生活的快乐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这远方孤独的我 王维 少了这位兄弟 这首诗写的情深异常 可以说代表了中国的重阳节 9月9号的一副节作 那么登高 也是一个留恋秋天 留恋青春飘逝的一个作为 我们知道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登高 显示出胸襟的提高 境界的提高 和眼光的提高 所以到了秋天 我们全家 或者众兄弟 登高 是一种美好的一种活动 还有喝菊花酒 我们知道菊花也称为 是一种长寿的花 菊花酒是长寿的酒 所以中国的各种节日 代表了中国人的指纹 代表了中国人的DNA 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爱 所以我刚才写的这个兽 它一方面是仁者兽 二方面还要让我们每一个人 能够饮一点菊花酒 能够通过健身登高 通过和家族的喜喜乐乐的团圆 来共同延长我们的寿命 这样我们的生命 就不仅是时光的延长 而且是和我们的事业的辉煌 和我们人生的壮丽 联系在了一起 谢谢大家 朱鱼为什么被称为辟邪翁 黄草寿字缘和多一点 虽然近黄昏 夕阳无限好 断断续续 寿命就断了 光和煦是世财傲物 还是真情流露 孝敬父母又有哪些新解读 用手来汇了好多附图 好像你是大文人 为什么呀 文化试点 我们的节日重阳 我被秋日甚出 遭雨 比春天上 松月红雨二月化 夕阳红 它也是一分壮美的 我们父母 长辈对于下 那种爱护 朱鱼为什么被称为辟邪翁 黄草寿字缘和多一点 虽然近黄昏 夕阳无限好 断断续续 寿命就断了 王伯写腾王和煦 是世财傲物 还是真情流露 孝敬父母又有哪些新解读 用手来汇了好多附图 好像你是大文人 为什么呀 精好 文化试点 我们的节日 重阳 文化试点 文化公开课 隆重登场 给名价八分钟 他们能否打动你 浓缩的思想精华 独具魅力的观言表达 推演讲 大智慧 文化是你的文化公开课 一个全家收看的爱思想的节目 敬请关注